珊瑚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 它们是如何繁衍生息的 所有的珊瑚都会成为珊瑚礁吗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科普 一起来了解一下珊瑚和珊瑚礁 外貌千姿百态 可它却是真真正正的动物 和另一海洋生物水母是同门兄弟 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 存在历史近五亿年 珊瑚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 由珊瑚虫聚集而成 单个珊瑚虫身长几毫米 张有不少触手 以进行光合作用和捕食细小浮游生物为生 珊瑚的绚丽色彩从哪来 珊瑚虫本身紧乎透明 一般情况下 珊瑚虫的共生藻类虫黄藻是什么颜色 珊瑚又呈现什么颜色 在受到一些环境应激时 珊瑚体内的色蛋白和荧光蛋白 会表达成红色 蓝色 紫色 粉色 甚至自带荧光效果的多种颜色 来保护珊瑚 而其中最珍贵的红珊瑚 是跟大熊猫同级别的一级保护动物 珊瑚怎么传宗接代 大部分珊瑚虫是雌雄同体 无论雌雄是否同体 珊瑚虫都可以通过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扩大种群 有性生殖可以开发新领地 受精卵虽然可以随海水去很远的地方 但受精率不足百万分之一 无性繁殖才是珊瑚群体增长的主要方式 珊瑚虫们形成互相连接的群体 确保了珊瑚群不断扩大 珊瑚在我国受法律保护 私自偷捕 买卖损坏 都是违法行为 珊瑚胶生态系统是什么 它是一种由造胶珊瑚遗骸 造胶动物骨壳 珊瑚胶生物菊落 和它周围环境组合而成的生态系统 所有的珊瑚都会成为珊瑚胶吗 答案是不 珊瑚虫按照能否形成硬胶石 被分为造胶和非造胶两大类 造胶类珊瑚的珊瑚虫 能从海水里吸收钙元素和碳酸根离子 合成碳酸钙 生成骨骼 珊瑚虫死后 骨骼就化为胶石 成为新珊瑚虫的地基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积累上半年 长成海底珊瑚胶 造胶石珊瑚 是造胶类珊瑚的主力菌 我国有造胶石珊瑚400多种 占到种种类大约一半 珊瑚胶有多重要 它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不仅保护海岸线 又能维持海底生物多样性 台风巨浪都可能摧毁珊瑚胶 但它不断自我修复 很大程度上减轻风暴潮 海啸对海岸的侵蚀 美丽的珊瑚胶 还为我们提供着丰富的物产 目前发现的珊瑚胶鱼类 达600多种 栖息其中的生物 更多达上万种 它不仅是美食的来源 连很多新型药物都提取自它 珊瑚胶是四分之一海洋生物 赖以生存的家园 也为全球近十亿人口 提供食物和经济来源 可以说珊瑚胶对全球环境 和人类社会至关重要